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中共二十大前,各地方党委已陆续展开换届选举工作 目前,各省级换届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仅剩北京、上海、浙江、湖北 麒麟五省市还未产生最终结果 截止到6月20日,天津市委也完成了换届 李鸿忠连任天津市委书记 而随着人士卡位争夺激烈 西层布局拿下将派长期盘踞的天津 但从结果看,似乎出师不力 李鸿忠曾担任过广东省副省长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长 深圳市委书记等职 2007年调到湖北 先后任湖北省长、省委书记 2016年,李鸿忠到天津出任市委书记 何年进入中共政治局 按照中共政治局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 今年66岁的李鸿忠预计将在二十大后 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 李鸿忠被外界称为变色龙 原是太子党李铁英的秘书 后来受过江泽民情妇黄丽满的提拔 实际上,天津官场在过去近三十年时间里 一直被江派人马掌扣 2020年习将自己的人马廖国勋调往天津担任市长后 天津正法、既检、交通等多部门系统高管陆续遭到调查落马 市委书记 隶属将派的李鸿忠被架空 当时更有传言 李鸿忠被点名成为整肃的高风险对象 今年4月27日 廖国勋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 然而种种细节都表明 廖国勋是被自杀 随后5月28日 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公 空降天津 接任廖国勋出任天津市代市长 有分析指出 张公曾任北京市副市长 但在习派大将蔡奇任北京市委书记掌权后 被调至中国总工会副主席 这个不重要的冷崖们做板凳 直到2020年才任国家监管局长掌握实权 其背后的真实原因在于 张公是江派系统的人 因此在北京被西派的蔡奇排挤 此次张公填补天津官场空缺 也是江派夺回天津官场的象征 与此同时 天津政法委书记赵飞1964年生人 长期掌握天津政法大权 被人称作是江派人马 但在此次换届中 58岁的赵飞却被转入人大闲职 提前推举二线的操作 必定凶多吉少 赵飞本人因卷入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 孙力军政治团伙问题 一直在接受内部审查 只是一直未正式公布 而与赵飞关系密切的 现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也脱不了干系 目前 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的换届选举也即将展开 有分析人事预测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预计都将主持本地党委换届并连任 就在各地方为争夺换届卡位的时候 中央洗礼二人 近日却出其一致地强调保障粮食安全问题 并称这是头等大事 中共近期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抢购粮食 推高粮价并加重了目前的粮食危机 引起国际关注 有分析认为 随着二十大的临近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成为中共维稳的首要考量 自俄入侵乌克兰以来 作为小麦和玉米 葵花自由的主要生产国的乌克兰遭受重创 世界粮食价格也急剧攀升 而中国由于动态清零政策的影响 销售可能要比预期少很多 这种不确定性也令市场担忧 作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 中国进口的谷物连续两年破纪录 扫光了库存过剩和美国的部分储备 这种大举囤粮的行动 被视为是造成粮价飙升的元凶质疑 在如今严重倾斜的市场价格中 中国不但没有释出过多的存粮来平稳物价 反而持续囤粮抢粮 甚至收割先前在海外的粮食布局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油产业 政局不稳 高层换解 经济崩盘 民怨四起 当下的中共四面宠哥 如果再不囤好粮食 闹出饥荒饿死人 那么当下的中共政权核心 在史书上又够写一笔的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